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这跟李安没有什么关系啊 可是 你是不是希望李安来改编是 把他改编为电影 李安还没拍过恐怖片是吗 没有 我想一下没有没有 反正现在周星驰拍恐怖片了 对 为什么说要拍恐怖片呢 又婷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刚才他拿手机给我看 那个兰可儿 对啊 因为这个小女生不是到LAV第一次自己旅行 结果最后 他之前失踪的时候 警方为了找他公布了一个录影带 那个事实上的画面就是 他在这个电梯里面两分钟 他一进到这个电梯里面 就按下所有的楼层 然后接着他就是不停地往外看啊 这个好像在躲某一个人 可是电梯门这两分钟之内 从来没有关过 一直到他这个走出去又走回来 然后还对外面比手画脚之后 最后一离开电梯 这个电梯才真的关上 这是他最后两分钟的画面 那现在也确定他已经不幸的遇难 而且就藏在这个大楼的 叫酒店的那个水塔里面 这个我觉得太恶心了 说是酒店的住客 发现那个水喝起来味道不对 那么他说水压有问题 就是我已经没有水了 然后这个供水有问题 所以他们才上去查这个水塔 才发觉说里面有尸体 那八天呢 原来过去八天非常可能 那些住客是喝那个尸体的水 是是是 这个我有发言权啊 我在美国读博士班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社区啊 曾经发生过 原来有四天 有两只老鼠 死老鼠 在我们的水塔里面 我们不知道 后来也是 后来怎么知道 后来好像也是水压 还是定期检查嘛 我们那个社区 全部是住在基本上亚洲来的 韩国 日本内地香港去的研究生啊 每一个都是家庭 我们那四天啊 就是喝那个老鼠 泡出来的水 那多恶心啊 幸好我们是老中嘛 我们说没关系 我小时候还喝过 用老鼠泡了药酒 尤其是老中里边的老广 老鼠你们不陌生啊 我的确 我跟那个美国朋友说 I am Chinese 我有什么没喝过的 可是话是这样说 背后转头回去 我就吐了 一想起好恶心 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那个酒店的住客 她是个加拿大的留学生吗 不是不是 她是一个华裔 在加拿大长大的一个 就加拿大籍的一个女生 然后她这个 第一次想要这个自住旅行 所以就选了LA 不过你想看一个女生 自住旅行 所以她选了一个LA 很便宜的酒店 因为是在旅游网页上 付评的 就是给予这个 最烂等级的一个这个酒店 而且酒店更离奇的是 但是她过去也发生过很多这种 离奇的死亡案件 到目前为止都破不了的案件 像是这个 有这个女明星 在1940几年 七几年的时候 就死状惨状的 死在这个酒店的外面 她死掉的时候呢 这个身体上不仅是 已经这个被虐待 然后呢 有被淋虐啊 是个性气害的这个样子 而且她好像还被 尸体是不是完整的 头发呈现 因为她是黑头发呈现散状的方式 躺在这个地板上 所以她就像是个黑色大理化 后来好莱坞就拍成一个恐怖片啊 因为到现在这一个 这个凶手没有抓到过 不知道是谁 因为又婷说到离奇啊 当然就有人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 就找出很多 把很多事情拉在一起说嘛 包括这个兰可儿啊 说她平常家里住在四楼 然后呢 那一天的电梯啊 就是停在十四楼 然后呢 她死亡那一天是二月十四号 然后呢 还有人去推车啊 当时还不知道 还没找到她的尸体 用塔来排 来粘 来粘布 来粘出一张牌啊 好像是十四号牌 就预告了她的死亡 全部跟四有关系 假如对老外来说 可能没关系嘛 四十四没关系 对我们脑中四啊 四更特别老广 十四啊 十四啊 对那个就是很多人用这种离奇的角度来看 而且这个事情啊 说起来的确是悲剧 我就是说起来不太好听了 就是每天大家好多特别年轻人啊 每天上网去追踪 把它看成一个电视连续剧这样子 因为看看有什么案情的发展 因为在LA有一些年轻人呢 亲身就把这事情当做一个谜语一面 一样去解题 他们组了团组了队去那个酒店 像警察一样来查这个案件 来找出种种疑点 然后找完之后来就上网 上Facebook什么 把那个找到的东西的材料来公布 所以我们就每天看啊 每天看不是我了 我女儿了 每天看完之后跑出客厅 爸你知道吗 今天发展到什么地步 我说你有良心没有啊 死了人啊 这样子 那他们还可以破破那个什么 刀锋战士 刀锋战士 你觉得前一阵那个 那个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听人家说 是不是他的女朋友 想要离开他 不跟他好了 就他可能怀疑女朋友 有小三劈腿了吧 所以呢这个 而且不过他们说刀锋战士了 所以他那天晚上 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觉得他女朋友 就是个要侵犯他的人了 所以他就先把他女朋友打伤 他就跑跑跑跑到这个浴室里面躲起来 希望能够避开他这个枪击 可是他就对着这个浴室的门口 就把他的手上的这个子弹 就啪啪啪的发完 所以就把他打死在这个浴室里面 那他现在不是说他觉得他不是 他打的不应该是他女朋友 而且他清醒之后才发觉 原来他把自己的女朋友打死了 对所以这中间也是有很多问题啊 例如说也有这个记者后来就说 我曾经到刀锋战士家访问 他因为是个非常不安全感的人 所以他睡觉的地方是 你从他说他已经算计过 不管任何人想要从他家的窗外 客厅里怎么打 都打不到这个密室 所以他睡觉才可以安安稳稳的睡觉 而如果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 他马上就会拿出他的枪 因为他是个枪枪之爱好者跟收藏者 他马上拿到他身上的枪 就开始呈现一种武装的状态 所以假如有人这样说的话 其实是支持了他的说法 正是他没安全感嘛 因为他的说法是说 我不知道啊 我女朋友情人节 给我一个surprise 惊喜 我就以为他是强盗小偷 我就打他了 假如他一直没有这样安全感的话 其实这是可能的 可是问题是说你打小偷啊 不可能这样打法嘛 打了那么多枪还追着 人家躲进厕所坐在马桶上面了 你卫生纸不拿给人家都算了 还进距离来打人家紫仓 那有人说是说 好像发现他以前有需要 需要的那个科药的食管 可能科药之后 他眼中根本看的不是他女朋友嘛 看他是个妖怪 一定要把他打死为止 有人这样说法了 那这样就精神错乱 跟小三也不一定有关 那个兰可儿在电梯里的那种举止 像不像是科药啊 但是根据他的朋友 还有爸爸妈妈认为 他是一个正常不过的女孩子 不过就是因为 唯一可以看到他的画面 而且是生前最后的画面 看起来行为举止的确不像是正常 你怎么会进到一个 这个 那个 电梯里面把所有的楼层都按 都按起来呢 就是你不会做这件事情啊 然后而且你是这样不顶的张网 你到底是在跟谁做互动呢 这没有人 台湾人真会说话 他好像在躲 谁你们管他叫互动 他有笔手 台湾的用语 国共两党当年互动多年 是吗 最后把蒋介石互动到台湾去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赢助理 他赢助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人真是让人很担心 是吧 你看他们都去参加议考 你觉得很开心吗 谁开心 我怎么听说现在很多内地的一些男生 男士们会特别指定要吃饭的时候就得找人脱个关心 看可不可以跟异校的学生一起吃个饭呢 什么什么之类的 男生算了吧 屌丝哪有这个待遇 男性 男人 有钱人吧 或者是教授 最近我对你们这个教授啊 你是教授 你是博士 对吧 我是最初级的教授 我怎么听说有些女生说在这个大陆 这是事可忍 孰不可忍 就是说这个异校的有的这个女孩子 说给老师做女朋友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你为了上这个异校啊 你可能要跟这个教授跟这个老师 最潜规则就是从学校开始 老师带着你去陪酒啊 这个我们朋友是见过的 那个不要脸呢 我的天哪 那是犯法了吗 基本上你严格来说 一定是违规了 上次徐子东说这不犯法啊 徐子东说当然可以了 教授和女学生 你情我愿就可以吗 但是我们朋友真的见到过啊 就说你说大陆有的那个教授 他禽兽 他不能叫禽兽 气得我又气又羡慕啊 他两个女研究生坐他腿上 跟朋友们炫耀啊 这是我的研究生啊 就能到这种程度啊 没有 我说犯法 不晓得这个第一个可能有性骚扰 第二个违规嘛 因为假如你在国立大学来教 你不能以权谋私啊 你用你的权利来收学生不收学生 来获得你的好处 那个好处不管是行而上还是行而下的 也是好处嘛 你给女孩坐大腿 你觉得快乐 你是换取利益 那就犯法了 至少违反学校规矩 可是那假如那是公家大学的话 那当然就是受法律规管 这个当然了 就说咱们就是只能说是极个别现象啊 我听他们那个什么中戏表演戏 那个主任那天 接受采访还说呢 说这个女孩嘛 就是来参加艺考的 很多参加过这个培训班 他说但是呢 我们选主要还是选质朴的 你明白他说什么意思 有潜力的 就是不是已经要学会一技长才的 你知道现在中国人有一个问题 我认为啊 是失去了质朴 以至于呢 你从哪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中国人啊 你就记得啊 从古到今 越呼唤要什么 越提倡什么 肯定是他越没有什么 你比方说 他们都在讲这个明清的时候 立那个贞结牌坊 都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 肯定是女的很保守 为什么都立贞结牌坊 其实不一定 也可能很乱 正因为他没有 他需要 正因为淫乱 所以他朝廷才需要 竖这个贞结牌坊 就像今天啊 你看不光是这个考议校的 包括电视台 各个电视台这个选秀节目啊 你听那个导演啊 都在感慨 就我们要这个朴实的 要这个质朴的 你知道以至于到底质朴是什么 成了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呢 选手们开始演质朴 演质朴 演质朴 你见过这样的吗 他就故意啊 穿的一个对筋的 那个农村的那个挂子 有的时候还把那个扣子啊 系歪来 系歪一个 那你不是 就是你不是演丑角 你知道吗 但是他觉得那样 很质朴 你说现在中国人熟练到 这样一个程度 对这一点我是不太懂 因为我看到关于 艺校高考的问题的时候啊 还看到很多 很多老师啊 到不同的平台 网络也好 电视节目也好 来谈教授学生的标准 要求方法等等 我这个觉得这个在香港就不可能发生嘛 因为这是怎么讲呢 你教授学生是你大学的要求跟professional 专业的部分 你是不可以去某些平台来公开来讨论 还告诉你是怎样做 因为这样对于没有机会去看这些平台 不一定每个学生都有网络啊 不一定有网络也不一定上去啊 对有点山沟沟里真正质朴的 他看不到你的教授标准 那个构成不公道啊 那个你只能事后再可能谈一谈 你不可能我看到好多不同的人啊 在招考以前就跑去网络这样谈 我觉得 重点是有个现象是说 他们说现在考艺校的女生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现在内地大家都想当明星 男生也越来越多 这倒是我觉得还蛮亚异的情况 因为就说例如说在台湾 你的确永远都会有一群 就是当明星演艺圈一定是大家羡慕的一个行业之一 但是他不会是这么主流吧 就从小到大我不会 我妈鼓励我说 诱婷你要不要去考个艺校 他一定会跟你讲说 你要不要当律师 你要不要当医生 就说那个社会会会让你 如果要选一个职业 你不会想说 我就去当个明星 或我会唱歌 会去演戏 我就去当演员 但是现在在内地 好像很多人把这个当做是他第一个职业 就是说我这辈子 就要做这件事情 但为什么呢 我就想问 为什么呢 既然你们两个都问 为什么我来回答好了 对啊 因为内地这么正在发展 我觉得你们问错问题了 那个问题应该倒过来说 Why not 为什么不去当 第一个 成名快 第二个薪水高 第三个获得很多 很多莫名其妙的礼遇 你去吃饭找个位置 人家远远看到你 哎呀文涛 涛哥涛哥 来来来 你们走开走开 今天不做你生意 把桌子挪给你 对不对 种种的好处方便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问为什么了吗 反而是说你为什么不做 那一定就找机会去做 我问的为什么是说 台湾人确实 为什么没有那么样的 还有一件事 台湾的艺校一直都没有到 到最近才开始 就是说在我在学校的时候 那还蛮久 都没有把演艺 我们只有华岗艺校 那个还是属于高职 就是比高中职业学校的部分 他把当中一种技能 但他不或者是复兴聚校 你唱戏的 那他是技能的 他不是到大学的学历 但到最近已经开始 慢慢提升到大学学历 那我觉得还有在台湾 你会认为你当明星 不一定要去念学校 就是你唱歌 可以一直是你的兴趣 你可能痛 尤其现在选秀节目这么多的话 你会觉得它很容易 有YouTube 我们还有Facebook 我们还有很多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络 我也可以因为这样子 而可能红回来 还有如果三天新闻记 我在我的大学里面 我们大学很鼓励 办这样子各式各样的活动 我在这些活动里面 也有可能因此脱颖而出 像我在学校里面 我当初去参加一个叫做 电台DJ征选 然后我在六百多人里面 去飞碟电台DJ征选 我就被选出来 我当时只想当DJ 我就当当广播DJ 就没想到呢 因为我选出来以后 我有照片被在广播上面 报纸上面登出来以后 经纪人就开始找来了 就有人说 那你要不要来演演戏 那你就发现 你的路就 心图打开了 对 你根本没想 我说我要怎么进演艺圈 我一辈子没想过这件事 但我后来去演戏 就是因为 他就问你说 那你要不要来演演戏看 那为什么 但是不是想到的 绝对不是说 我在社会上有什么地位 或者说我可以赚到多少钱 对我来说 当时不是这样 可能我们是觉得 就是你得上一个学校 张艺谋爱到那去 集体挑人 中戏 什么表演戏 你可以看看 现在有一个 不光张艺谋去那挑人了 有了这个网络之后 就是全国人民都可以看 就参加议考的 现在在网上 都是这些照片 你们可以看看 咱们这个 你瞧瞧 我的天哪 也太人山人海了 就像游行嘛 你瞧 也反映了北京的天气 艺术家也要来 你看 这好多爸爸妈妈带去 带去的 全是参加议考 不光女孩子更多了 男孩子也更多了 你看 这是 有些学校的议考啊 哎呦 那就得穿成这样 又婷 你知道吗 穿成这样 看来看去 我多想去当老师啊 真是 这是选美了 不是考学校了 咱也不知道 艺术类标准 是不是得知道一下 这考生的三维啊 你瞧 可能他学校有一个戏 叫三级片戏 量 你看 要量胸围 据说有的还说呀 带着胸罩量的不准 嗯 还有这样的说法 真的假的 那这是怎样 这是考上了的高兴的 和考不上的 就几家欢乐 几家愁的 你看 这感觉考上了得咕牙吧 这得咕牙吧 为了演戏 对吧 哎 你知道 其实啊 我就跟你说 这个 你不要把大陆的情况啊 想得太高端 呃 猛一听 我们过去都以为 是说想当明星 对吧 实际 我们的情况是很可怜的 这一调查才发现呢 大部分人 就是这个记者 好像在太原的一个考点就问啊 一口信问了20个人嘛 没有一个人说对艺术感兴趣的 那他为什么呢 这些学生倒很质朴 为什么呢 因为他考不上大学 这个艺术类院校啊 文化课的分数 分数线很低 但是名声好听 好比说 咱们台就有很多啊 这种 过去的北京广播学院 就中国传媒大学 你那个 波音主持的这个专业 呃 中系啊 电影学院 美术学院 这些 你你 他在艺术类院校 他的大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就低啊 嗯 因为他比较在乎你的记忆的部分 你说你是不是有好的身线啊 或者是说比较好的身型啊 可以做其他的发展 是啊 我们 他们实在是不是说想当明星 而是那边高攀不上 在就低 才上 考考艺考 我们 中国就死 中国就死 这个下一次节目 我们会把又婷演的 那个偶像剧 给大家放一下 让参加艺考的学生 知道教训 没准备好 千万别进 演一圈这条路 可是他很快 急楼涌退嘛 对对对 我两年 嘉辉 嘉辉刚才有什么高见 没有 我意思是说 不仅是接一代 因为我在香港 一个电台主持 一个节目 长期访问 那个 一批的艺术家 精细的 昆取的艺术家 他们大概七零年代 八零年 七零年代末期 进学校学的 几乎我访问了 大概有这么多年了 一百个吧 我看几乎全部都是 当初不是为了什么 喜欢昆取 喜欢精细去学的 很简单 没饭吃 或者说老师来 学校挑 中学小学 挑了 跟你爸妈讲 免学费 还每个月给你生活费 对 就是那么简单 那跟现在其实一样的 你说的话 对我很有启发 我最近研究了 为什么我们的艺术水平 老师提不高呢 所有艺术水平 真正能达到特高的 我都发现 有一件 有一个基本的原因 就是饿的 你知道吗 生存 就是说过去的老艺人 包括我前一天看 美国那个Jazz 就是爵士音乐 能玩到特别厉害的人 总是那种一日三餐 都维持不住 尤其中国人 我觉得特别是 过不了好日子 你知道吗 我们当年穷的 像这个导演或者作家 我跟你说 都是小农艺士 他就原来最好的作品 往往是第一部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时候混得很惨 饭都吃不上 好家伙 积聚全身的能量 成名了 一成名 就是金钱美色 中国人最爱堕落 你知道吗 就是糜烂生活 我真觉得 你觉得有点这个吧 就是说 一过上点好日子 他那个 这个求行 经历求行 这些考艺校的学生 也没有做好准备 说进去要吃苦 你不是进去 就当明星 不是说毕业 我就变明星 不是这样想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录 不过让 他这次都给你 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